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每当从电视或者是新闻杂志上面 看到社会上所发生的各样问题 去探索时,就发现到问题的根源 大多是因为没有爱 孩子在小的时候没有来自父母的爱 成长时也得不到大人的关爱 在爱的缺乏当中 不知怎么去爱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很多的社会问题就这么的层出不穷 原来根源是因为对爱的缺乏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丁张豪 他说从小我就是一个缺乏爱的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想要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获得爱 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不仅感情的生活越来越混乱 还罹患了躁愈症 但后来丁张豪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聆听丁张豪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张豪 现在的话我是在教会做全职的同工 跟我太太一起 在教会经营共生家园 那我们的家是接待了 包含了有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 还有一些已经是所谓的社亲 他跟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 对,这是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 那从小我自己感情丰富 就是我从单亲家庭出生了嘛 那自从爸爸妈妈的婚姻破裂了以后 内心就有一种莫名就觉得渴求爱 所以从小我就会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会去偷我妈妈的钱 然后交酒肉朋友 装得好像我们家很有钱 所以我有很多好的玩具 其实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关爱 我跟我哥哥是同母义父 妈妈的第一任丈夫 她是在美国后来没有回来 那我妈妈是因为在极度的受伤里面 跟第一任丈夫从美国 她自己回来带着哥哥 因为我的外婆 那个时候给妈妈的一些压力 让妈妈也又很想要急于逃离那个家 所以她遇见我爸爸的时候 我爸爸只是在她可能很难过的时候 拿了一杯水给她 我妈妈就觉得 这个人身上好有爱 没多久就选择嫁给了她 但是后来也是这样失败收藏 从原生家庭单亲的那份孤单跟寂寞 对爱的缺乏 让我是更失落更孤单 所以其实我从17岁的时候 就为了要寻求爱 所以那个时候就也是交往啊 然后也跟女孩子有了第一次 所谓身体上的关系 所以我开始觉得 这种所谓身体上的关系 会满足我对那份爱的渴求 所以当哥哥过世以后的这个震撼 让我是好像更想要 更想要去更多的 要去抓取这个所谓情欲上的满足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 很荒唐 非常非常的荒唐 从本来交一个女朋友 然后渐渐的变成是 开始会就是欺骗 后来变成是劈腿 再后来变成是说 我可以早上 然后中午晚上跟半夜 都是跟不同的女孩子睡在一起 而且渐渐渐渐 我变得很冷血 就是因为每一个女孩子都 都怀过孕 都跺过胎 就是一个孩子 一个一个生命这样子拿掉 所以到后面 我已经变得很习惯 所以那时候那个心地 是非常非常坏 觉得反正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那个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 我等于就只能用打工的薪水来生活 那要支付这么多的开销 又要在人面前好像装的自己是 家里还不错啊 可以有车子啊 有什么 但是所谓的有车 有手机的背后 很多时候都是硬是要跟父母亲要来的 用暴力的言语 用这种威吓的言语 躁郁症其实是在无形中 这样累积出来的 那个躁郁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 要人家关注你的行为 要爱的行为 你透过那个在表达我需要爱 但是已经变成一个是暴力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 一句不重听的话 我可以把整桌的菜 整个掀掉 破口打吗 直到有一天 我的妈妈最后不得已 她只好找精神科的卫生所的人 那他们是陪同 有警察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才渐渐地开始接受 我有所谓的遭遇症 透过吃药 确实缓和我的情绪 所以我是在那段时间 我才能够回到学校去 读了补校 然后读了大学 妈妈其实在跟我关系破裂之后 我其实不知道 她最后是去上吊自杀 她也是被我逼到精神上有状况 所以她就去找了当时的 她的精神科医生 这个精神科医生不是基督徒 可是却告诉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教会 然后妈妈就 她知道她在绝望当中 她进到教会 在一个晚上 有一个弟兄 她把教会的一个 就是那是牧师爷的家 一个小房间打扫干净 接待了妈妈在那边住 她妈妈很奇妙地吃了安眠药 在那个时候睡了六个小时 她就觉得 有效啊 所以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被接待到小组 在吃爱宴的时候 能吃耶 所以她就感受到 那一份神迹背后 那份真实的爱 然后她自己 从这样的绝望中 有路可走 她知道 这份爱能够拯救她的孩子 所以一个母亲 对一个孩子 那份迫切的心 促使她一天 十六个小时的祷告 整整一年 在上帝的面前 那那一年的时间 刚好也就是 我跟太太相遇 刚好就是那一段时间 原本性关系混乱 又罹患 遭遇症的丁张豪 在母亲不离不弃的陪伴 祷告 关怀之下 她的人生 开始有了转机 下一次呢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丁张豪的故事 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 看望丁张豪的故事 能够成为你我的祝福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